不淡定呢 大家从现场的情况就可以看出 我们的熊猫宝宝非常的淡定 他们现在正在思想 想了解一下 这个四里双猫胎中 哪一对是最萌的 这个亚一和亚二 亚一亚二 对对对 为什么说它最萌的 因为一二一二嘛 像是那个士兵猎队一样 那粉红呢 大家来注意一下 看一下 你看啊 它的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这个美国出生的这种 双猫胎大熊猫 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难得 但是经过我们 那个科技人员的努力 我们在成都 可以说是混作一团 你看我们的熊猫宝宝 现在正在展示 他们在户外 咬宫和咬宫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的饲养员是最有发言权的 我看到有一只 其中有一只熊猫宝宝 来镜头对准一下 面这个翻着它的四只蹄子 正在睡 它要天地之精华 对对对 那么像这个熊猫宝宝 你看我看它就是互相 它的咬宫呢 来这个最大的梦梦 这个有牙齿的 看看 猫猫 超级不同意 我看这只正在展示它的爬弓 对 熊猫爬 咱们饲养员的精心呵护下 现在最大的已经长到了 有4500多个了 一会儿呢 我们的饲养员还要给咱们熊猫宝宝 进行 我们马上来看 来一同期待一下我们的熊猫宝宝的表现 我看到好像那边有个奶瓶啊 哦 它在叫 好 实际上我们这些熊猫宝宝看了起来还是没有从事 我想问一下啊 这个像给它补奶 给咱们的熊猫宝宝补奶的话 一般这个奶里边有些这个人工奶慢慢的会成为我们熊猫宝宝的一个生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辅助品 因为它毕竟很浮奶只是让它更加的质壮成长 然后配来 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个啊 其实看我们从肉眼上看咱们这些熊猫宝宝 只能看它们的体长或者判断它们的 就是像这个 哦 它们的披肩不一样 像这个 哦 这个很明显 啊 这个 就是说以后慢慢的在这个户外运动场 我们的熊猫宝宝要慢慢的接受这些训练 因为它们毕竟以后要离开母亲的怀抱 要慢慢的适应自己独立的生活 因为大熊猫毕竟是一种独居动物 那么